剛贏得國民黨主席選戰 朱立倫的戰力可以說是滿點 不只喊話說CNQ之後要撤場 更公開的出呼預要大家年底公投 投下贊成票 炮火當然對準就是民進黨 而朱立倫進攻政策策略是非常明確的 面對這倒閣公投呢 蘇奎也揮擊反批 出席國民黨前立委吳智陽新書發表會 朱立倫友情戰臺力挺同黨老友 新鶴黨魁不只形成滿黨戰力更是滿點 受訪開頭隨即開炮口中不適任的名代指的 就是基進黨立委陳柏惟和五黨籍立委林長佐 朱立倫喊話3Q後也要撤左 看來戰鬥欄真的開戰了 前一天赴新北市議會洩票都還沒向黨員致議 反而先怒嗆民進黨 直言年底的公投案內容不是重點 要操作成不信任投票倒閣案 自制建制中央 很酸朱立倫想搏取深藍支持者的認同 而另一頭被指名道姓的蘇奎臉色彈順順 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不要親美卻是一直反美 只是跟對臺灣最不友善的境外勢力 跟他唱和 講話都只有政治語言 缺少理性 我不但吃美牛 我也吃美豬 但是我們不吃萊豬 這樣就有罪嗎 你實在把美豬跟萊豬又混成一團 害美國豬到時候賣不出去 你這是標準的反美 看起來蘇院長很擔心 他會被倒閣 都還沒正式上任朱立倫進攻策略明確 看來到公投前藍綠雙方陣火 只會越吵越兇 這台幣最後報導